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看电影 那要看电影的话 就要通过拿到种子 才能拿到这个版权 去下载电影才能看得到 那其实说到种子 我们又会联想到一些 实实在在的东西 比如说新发芽的种子 它象征着一种希望 那今天在80后脱口秀 王自健就会和大家来说一说 种子的话题 一起来看80后脱口秀 其实现在微博上面 有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习惯 就是不管人家干啥 什么人发什么微博 下面都有那么一群 特别不知趣的人 在下面写求种子 是吧 当然就是前阵子 那个美国好利物明星 那个事出了以后呢 你求个种子 我还觉得你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是吧 那你说那天 我自己躺床上发个自拍 你求个屁种子啊 爱时尚和爱美丽 绝对是女人的天性 那女孩子聚在一起 聊得最多的就是 去书品啊 美食啦 还有如何保持年轻漂亮 那今天的爱你爱美丽呢 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看上去那些 非常年轻漂亮的女性 其实一问年纪的话 你一定会被吓一跳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些非常会保养的美女们 都有哪一些美丽心惊 来看一下 她的脸上的皮肤也很紧致 让我看一眼 她脸真的比她还夸张 她的脸型好好啊 是瓜子脸 对 而且她很饱满 我觉得她很饱满 碰出来的那种 快快快 浩哲觉得 现在看起来应该有26左右 光看她那张脸 26左右 所以Amanda你的真实年纪 我今年35 35岁 天啊 她是79年耶 我刚才提醒大家是 她如果一说话 那种嗲嗲的感觉 又更简直 你有没有觉得 她有一点点像隋唐 就是光看张脸 有一点 有朋友说 岁月就是一把无情的杀猪刀 永远都会在女性的脸上 增添一道道的皱纹 但是在我看来 岁月也有可能就像是酿酒器 可以让一个女人的气质 能够沉淀得越发的耐人寻味 那所以说 大家也不要太害怕变老 只要心态变得健康 变得永远的时尚和年轻 那你就永远都是一个不老的传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